最近很多天望集合手 周杰倫 林俊傑他們都發片 但是大家都感慨 為什麼趕上了這個時段 因為張學友也發片了 壓力很大 大家看 電台找來台灣著名書法家 周良敦現場揮號 張學友新專輯名稱 《醒著做夢》 《光合歌》勝出的30周年 你看他從開始 如果比從哪裡 我開始看那個寫得那麼大 怎麼寫完呢 會膽形 因為你看看那個時候 你看那個第二方格 你會覺得他應該是 這裡一個四四方方 寫在中間這麼大一個 怎麼寫完那邊 他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畫像 活動後隨即將扳回 香港的張學友也表示 江沛七小共度平安夜 老實說我今年很奇怪 問了很久 問了很久都沒有得到這個答案 所以今年就可能省了 真的嗎 不省 你省下來孩子 不會跟你翻臉嗎 不會 說爸爸都不懂我的心意 一月一切盡在不言中啊 對啊 所以我們大家 我也是這個心願 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切盡在不言中 可能大家這個家人團聚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就很開心 是最好的禮物 我也是這個家人團聚在一起 我想要求你 養一切盡在不言中 就是我小朋友 我也是這個家人團聚在一起